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 您好 我是李淑芳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我想在今天裡面來講 集中市場雖然只有漲100多點 不像昨天漲了400多點 但是投資朋友在今天 是比較有Feel的 感覺比較有快樂的 因為今天上漲的加速 高達1200加 很多都是在過去裡面 沒有漲的個股 它開始去做轉強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隨著台北股市一直在創高 一直在創高 一直在創高 很多的投資朋友就會在想 這邊到底是不是很高了 會不會有很大的風險性 所以我們說 如果從技術面的角度 或是從歷史上面的 經驗的角度 我不能夠跟你講這邊不高 我一向實話實說 因為薯方在股市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這樣的一個點位 絕對是台灣歷史上面的高點 美國也是 台灣也是 但是台灣漲的速度上面而言 在全球股市上面來講 大概排名很前面 搞不好是第一名 所以這個過程之中 當然就會很多保守 或是比較穩重 比較穩健的投資人會覺得 這邊是有一些些的風險性 或是在操作上面而言 也有很多比較激進的一個投資朋友 就追 追 追 又追完之後 如果被套到 又不知道該不該砍 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第幾天四 半天八的時候 有沒有可以依靠的東西 有沒有可以依靠的東西 因為你看技術面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以大盤指數而言 就是高高在上 可是我跟大家講過說 如果你看指數 我不能夠反對你 對不對 它的確是在歷史上面的高點 可是很多的個股上面而言 它有可能就不是在歷史上面 漫步在外太空的一個股價 它可能打底過 它可能在長線上面的一個低基期 它可能在之前有漲 但是拉回它的多方的軌道線不破 你可以尋求這樣的個股 你再去把資金切割成兩份 如果你切割成兩份的一個過程中 你選擇打底個股 或是長線低基期的個股 其實你都有機會 在這種行情之中翻回來的 我們等一下裡面 會給大家做一個驗證 所以台北股市我們已經講過 我說昨天是台北股市近期 不是巨量 巨量是歷史上面的最大量 它是近期裡面的大量 它有6000億 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今天裡面的量又縮掉了 只有5093億 所以你站在極短線的立場上面 就以昨日的多方的缺口 這個多方的缺口是22787 如果你做極短線的人 你就是以22787 當作你極短線的強弱關鍵點 極 可是如果你是正常的一個軌道線 你仍然中短線是月線 中線是季線 因為它的軌道線還是在這裡 可是你可以發覺到 為什麼大家會非常的害怕 因為以KD指標上面來看 它已經到85的92了 你看這個高點 對稱在過去裡面 KD指標的高點 這邊的確是相對的高 不能夠說它不高 可是你在這個時間點的 一個選擇上面而言 你可不可以去選擇 有基本面保護的 或是你可以去選擇 現在裡面來講話 其實針對6月份就將結束了 只剩6個營業日 今天是禮拜四 再加下個禮拜的5天 6月份就結束了 你能不能夠把你的思考邏輯上面 回到了未來的第三季 回到了2025年的獲利 來跟現在的股價比 你會覺得它有沒有價值 被低估的可能性 而且它沒有噴出去 這種個股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 去做一些的一個舉例 所以台幣股市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5月均線的正關於它很大 我知道現在市場上面 氣氛是很熱烈 我看到這種氣氛 我大概只有70年代看到了 你知道70年代裡面來講的話 整個全台灣都封股市 尤其是在民國77年76年的時候 大家很多人裡面 我們的股票是一個板 一個板在跳 都跟你講 從右邊數過來 架平 數過來 第幾百 上面算過來第幾基去做買進 你看那時候是瘋狂到 全民都在封股票 在最近裡面也有 這樣的一個現象 但是至少 我覺得我之前就講說 至少現在裡面 來到了2萬3千多點 台北股市一些的正規均 它還是在走 譬如說集團個股 6月份就是集團跟法人的作帳 有些個股裡面 它還是在反映 它未來的一些的成長性 可是大家都已經知道 未來AI就是一個天下 尤其AI 我說永遠股價 跑得比基本面更快 它已經開始在反映 不是現在在出的H系列 也不是未來要出的B系列 都已經在反映 真正最重要的一個平台 就是GB200的一個系列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除了AI 難道沒有其他的類股族群 在2025年有機會大爆發嗎 其實是有的 我們等一下裡面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會介紹給觀眾朋友 我覺得50均線正規力很大 我不能夠跟你講 它不會震盪 從技術面的角度 它一定會震盪 不然今天怎麼會這樣說 它一定會去做震盪 所以你盡量採取震盪的方式 或是你盡量去接打大底的個股 這是一種方式 整個在我剛才講22787為你極短線的關鍵點 中短線仍然以月線跟季線為你強弱的關鍵點 你做短的人很簡單 它高 它非常的高 KD指標非常的高 也就是說你偏多到什麼日KD交叉向下 或是破五日均線兩個營業日 它都會交叉向下 如果州可以指標在高檔 沒有量 沒有價的時候 你在追高的時候 就要一定的風險意識 你的資金就要去做什麼 切割成兩份 你切割成兩份 基本上而言 你就逢低再去做攤平 再去做加碼上面的籌碼 與空間 它就很重要 這一方面裡面來講 我隨便去做一個舉例 大家也知道我在過去裡面 講350的聯軍 聯軍在最近裡面真的很噴 舉例我們在之前是在這邊 過了警線位置跟大家講 漲停漲停噴出去 噴出去 有些人就會追高 他也不會去管 五日均線管理大不大 假設你追高追到了100 100塊錢以上 這個大概是102 102.5 對 沒錯 追到102.5 假設當時候的一個KD指標 你看一下 我給大家看 是不是KD指標在指標80之上 在相對的高檔 對不對 你的資金採取切割的方式 你10張你只買5張或是3張 你買個5張進來 然後到壓回來 假設這個軌道線是月均線 我說中短線的軌道線為月均線 他是不是守住了 他守住了 守住的時候你再買一次 你本來買5張你就再買個5張 你本來買3張你就再買個3張 請問到這邊90塊錢 你是不是全部解套 全部解套 到這邊你是不是全部賺錢 到了今天的漲停板 你是不是就大賺 這就是策略 很多人一定要去了解到策略的問題 我們再來看 在今天裡面 紅海集團噴死了 紅海個股在今天裡面 紅海還漲了7% 但是紅海2317的紅海 我們140就跟大家講 你這個過程中 我就跟大家講 紅海它其實在目前跟台積電 聯發科都一樣 它不是投資的價值 它當時候裡面來講120 140 它是一個投資的價值 你到了200塊錢以上你的操作 就是什麼 操作的價值 KUSSE 那個KUSSE是很重要的 這個也一樣 你在當時候你買到高 你買到高 譬如說你買到160幾 它跌到140幾的時候 你再買一次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我給大家看 一樣 你在當時候的KD指標是這樣子 到了140的話 你KD指標是不是來到指標20附近 交叉向上 你再加碼一次 請問到這裡來 你是不是全部解套 到這裡來你是不是全部賺錢 到了這裡來你就是大賺 那2354的紅粉也一樣 你今天不管你買到78塊多少錢 假設你買了78塊錢 你拉回來到60幾塊錢 你再買一次 請問到今天 你有沒有全部解套賺錢 有 這就是策略 這在當時候 因為KD指標是在高檔 指標80 那你現在是在指標的低檔 所以你60幾再去買一次 你基本上來講 你今天就是賺錢的 所以KD指標的運用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非常 而且KD指標你不要以為它很簡單 其實大家都有心魔 你自己要知道 怎麼樣去做一些的操作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周線 周線的部分就是周KD指標 周KD指標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大盤 它沒有交叉向下 它是背離的 但它如果交叉向下 它整理的時間是不是就很長 你看這個整理的時間就很長 如果KD指標交叉向下的時候 你的現金比重裡面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拉高到什麼 三到五成或是債捐比例 你到目前為止 你都可以七成的一個資金上面 操作在股票裡面 你只要選對了個股 你能不能夠賺錢 其實你很清楚 你是可以賺錢的 我們在之前就講說 我說就不要去管什麼台積電 我也不要再去講紅海 我也不用再去講什麼聯發科這一些 這些本來就是在之前它有基礎價值的 我就跟大家講說現在的股票 它永遠跑得什麼 跑得比你的基本面來得更快 現在在反應2025年嗎 錯 紅海能夠漲到200塊以上 台積電要往100塊錢挺進 它已經不是在反應2024年的獲利 它已經在反應2025年的 一個獲利的一個部分 因為2025年的獲利要能夠大成長 一定是要打入到什麼 GV200的一個供應鏈 今年2024年能夠大成長 一定就是Covers Covers的部分裡面來講是很重要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CPU我在之前跟大家講過 我說CPU裡面來講的話 它叫做什麼 抑直的共同的先進封裝 這個部分裡面來講的話 它跟過去裡面相比 就是叫什麼 銅出光鏡 銅的一個用的線比較短 所以它電訊的詢號度 它是最少的 你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把每一個過去裡面來講 大家也知道 很多的光通訊的模組 這個規格 那個規格 這個規格 它現在不管你 你覺得現在網通的 這些光通訊的模組 你通通規格夠統一 統一下來就可以放到什麼 交換器裡面 放到交換器 所以你這四個晶片 砰 我把你變成一個晶片 我只要需要一個單插槽 所以我的光引擎就放到了這裡 過去是一個可插把式的光收發模組 你這樣子的話你要怎樣 你要四個晶片對四個 我現在裡面四個變成一個 然後光收發光引擎就在這裡 然後我的傳輸速度裡面來講話 又是你的好幾倍 未來裡面我就跟大家講 你未來裡面來講 我們不能夠只有討論到GV200 它的GPU跟CPU是第一次 和整合的平台 它未來的Rubin也是這樣子 甚至未來的Rubin Ultra的部分也是 所以它每一年都要推出新的晶片 你就必須在傳輸速度 傳輸的方式裡面 不斷的去做一些的改變 所以2026年 整個CPU就可以大量的一個採用 它大量的一個採用 可是現在裡面 因為台北股就漲到這裡 很多我就說 當你要有極度信心的時候 你才能夠什麼 你才能夠把2025年拿來用 你現在又再繼續漲 大概就把2026年拿來用 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問我說 我說6451的信心 它是鴻海集團旗下的 CPU概念個股 第一季沒有賺錢 照漲 昨天休息一天之後 今天又漲 對不對 然後再過來我就說 3363的一個上學也沒有賺錢 它是奇景光電跟台積電的合作 我說你上上下下衝對不對 我說如果在這種過程中裡面 確定在AI的一個比重 在第一季 第一季之中裡面 它後來是未來 它可以拉高到 佔營收比的五成以上 通過了SOLA SOLA我說就是天空的意思 英文是Sky SOLA是日文 就是天空無邊無際無所限制 就把幾缸照片弄在一起 蜀方現在就是在 法國的香蟹大道喝咖啡 這就是SOLA 但是你要傳到影音平台 你對光通訊的運用就會比較高 未來的手機裡面來講的話 本來也就會用到這個區塊對不對 未來的CPU 本來就會光通訊裡面來講的話 會用到 目前得到SOLA跟NVIDIA 回答的認證 同步的通過的話 大概就是聯軍 你看看345年的聯軍 從我跟大家講的一個部分 就算你這一次沒跟上 你這一次跟上我 你到今天為止你賺多少 我也不要跟人家一樣 什麼一根漲停板 兩根漲停板 你自己很清楚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做介紹的 回測月均線不破跟大家做介紹的 這個就是你自己去做留意的 什麼波若威 它就是持有什麼 持有喪權 至於光盛的一個部分裡面來講 我就不多談 因為很多人在講 但是我就光盛的成長力 最大的一個成長力道 其實就是第一季 但它獲利不錯 這個不是我在談 因為我現在要選擇的股票 是叫成長 成長 而且它在這種過程之中 它必須在科技產業裡面對的 所以我等一下裡面進段廣告 我要談到的是什麼 我要談到的是低軌衛星 為什麼要談低軌衛星 因為你GP200一直一直一直 大家一直這樣走走走走走 GP200很多的個股就漲很多 可是到了2025年 因為Starship的部分 就是它開始的發射 過去裡面來講 大家有沒有看過低軌衛星的發射 蹦上去 就上去了 過來大概兩年左右 咚它就掉下來 對不對 蹦上去 就一次 Ending 你下來就沒了 可是Starship的部分 在6月6號它發射的成功 它是可以叫做什麼 它是可以叫重複使用的 你知道你未來的手機 過去裡面來講 大家都在什麼 Wi-Fi 6 Wi-Fi 7 什麼什麼通訊 什麼什麼什麼 我告訴你 未來的手機裡面來講 蘋果算是很慢的 過去裡面不管是三星 不管是在華為 手機裡面來講的話 你用低軌衛星裡面的衛星通訊 你不是只有打119 求救訊號 你就是直接可以通話 我告訴你 未來的手機都會有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2025年 低軌衛星的發射量 會是今年裡面的好多 成長幅度很大 在這種過程之中 就會有很多低軌衛星的個股出來 我們等一下裡面會來告訴大家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曙光會不斷的去幫你去找 跟現在的股價看 它的成長性是夠的 但它股價裡面來講 有可能被低估的個股 所以我們才會推出豪氣 驚嚇 驚嚇 就是現在雖然是夏天 驚咚咚咚咚咚 但是我們講的是 Surprise Surprise的一個專案 公主我佈局高成長的個股 你可以享受最長的會期 會期一路到年底 跟著我豪氣賺好賺滿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會期還不夠 我就說你只要現場來電 跟我們線上助理聯絡 我加送你一個月的會期 這真的是最長的會期 對不對 6個月再加一個月 就是7個月的會期 你跟著鼠方在盤中裡面 全新投資組合的操作 低軌衛星到底還有什麼樣的 一些的個股 它值得你去做一些的期待 尤其2025年的獲利 會大爆發的一些個股 我們等一下進一段廣告 就來告訴大家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就如同我們說的 我們永遠在科技產業裡面 要選擇趨勢 當時候的一個CPU的概念個股 從400多塊錢到旺溪 我說旺溪550以上 其實反正目標價到了 再到這一次裡面來講的話 你看整個一個聯軍 第二次的一個操作 漲停板104 到今天的漲停板是19.5 買的時候只有在90塊錢附近 這個部分你也看得到 另外一部分我說 捷克真是太神奇了 在最近裡面有一些 很神奇的個股 都是來自於什麼 舊不如新 新的一個概念 一個是3665的茂連 你看它在之前裡面 誰會想買它 是不是就這樣子 大家都不會想買 這個要跟我等一下講的主題 是有關係的 大家都不會想買 因為它就是一隻大牛不會動 但是它打入到GP200 它是台灣裡面唯一 你不要被人家騙 它是台灣裡面唯一打進去 GP200的 其他的公司都是國外的公司 所以它明年的爆發力是很強的 今年裡面來講的話 假設不稀釋 因為股票有時候它會稀釋 並了別家公司 假設不稀釋今年是20塊 上下一塊錢 明年不稀釋是30塊錢上下一塊錢 30塊明年 股價300塊錢附近為什麼不能買 跌下來你為什麼不敢買 這就是基本面上面去支撐你的持有 如果稀釋的話 如果稀釋今年大概是17 18 明年裡面來講的話 就是大概27上下 還是很便宜 所以這樣個股上面來講 為什麼很多的個股 它會噴出來就是如此 3374的精彩 你在之前裡面 我在講的時候 你會理我隨便你 你就是覺得它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隻大牛 但隨著它的一個先進的封裝 就半導體的封裝裡面來講話 開出來之後 我昨天是不是在 他大底我還跟他講 你們這些人真的很奇怪 他公佈4月份的營收0.1多 你就把它殺出來 它什麼時候4月有營收 它是5月才有營收 就你總共把它殺出去 今天又要去追漲停 有需要這樣嗎 自己回歸到你自己該有的東西 在這種過程之中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要談到的是低軌迴星 低軌迴星Starship的部分 它是可以去做回收的 未來裡面來講的話 因為所有的手機 都必須要具備這樣的通訊功能 你就想想看從第三季開始 蘋果 華為 中國智慧型手機 三星的手機是不是要出來 那會用到多少 再過來Starship 它發射出去成功之後 我就問你那其他的人呢 要不要跟進都要去跟進 所以有些的個股上面 像過去大家也知道 我在講這個個股 在過去裡面來講 我推薦的股票 大家還記得嗎 是2367的耀滑 耀滑從我講的時候只有34塊 24塊錢左右 到40塊錢以上 我叫你不要去做追高 因為40塊錢以上 我說不要追高 因為他本一比就偏高了 可是有一檔個股來講的話 在這個時間如果你有耐心 你來看 他是不是跟我剛才講的一些個股一樣 在這邊打了很多底 沒人要理他 可是他有再去做破底嗎 沒有去做破底 因為他的第一劑的上半年 他第一劑落底 第二劑還是淡劑 因為蘋果的手機第二劑沒有出來 但是蘋果的手機第二劑會不會出來 低軌衛星 2025年會大爆發 我說的是2025年 假設以他現在的股價 大約是在60幾的70幾對不對 今年來講的話 大約是5塊到5塊半 5塊到5塊半 那有人估6塊 我們就以5塊到5塊半最低的水準 明年裡面來講的話 全部的人都估他大爆發的一個成長 7塊錢 7塊錢如果以低軌衛星而言 像耀滑這一些 都有15倍的本一比 你覺得他值得買 還是耀滑值得買 第三劑誰忘 第三劑就是他忘 所以你就要趁著第二劑裡面 還沒有進入旺季的時候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選擇 我就跟他講 我沒有跟你講那個高高在上 我也沒有跟你講 找什麼KD指標裡面來講高高在上 我跟你講是這個股票 我跟你講是周KD在低檔交叉向上 我有沒有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你再來去看他第三劑 跟2025年的大爆發 蘇芳給你的是未來的願景 而不是在這個時間點 叫你追這追那 如果你有耐心 你就看這些的個股上面 有基本面的保護 有技術面上面來講的安全度 何樂而不為高成長的個股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蘇芳推出了豪氣驚嚇的專案 你所有的問題我很清楚 我也在盡量幫大家 去解決你現在的問題 高不高 你不要去選擇高的 我們現在的聯軍高 可是我們當時候買的時候 他是拉回 整個一個精彩在買的時候 他是在打底 這就是告訴你說 你只要能夠布局高成長的個股 你就能夠豪氣的賺好賺滿 那你跟著我 享受最長的會期六個月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 最好的優惠就是你現場來電 我再加送你一個月 享受最長的會期 最好的優惠的一個價格 跟著我在盤中 共同的去做操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